小姐 表小姐一直没回来吗 没有 这会不会是遇到危险 我们要不要和侯爷说一声 不用 来不及了 阿雀 到底怎么样了 流连找到念约了吗 没有 夫人您做好心灵准备吧 您的外甥女搞不好要送我们大礼了 什么 但愿我的预感不会成真 哎呀 都怪奴婢 如果刚刚奴婢跟出去就好了 秦默默别说那样的话 记住 是福不是祸 是祸夺不过 我们沉着应对 见招拆招就好 只要少夫人在就没有什么可怕的 天塌下来 还有少夫人躺着 这个画画肠子的小婊子 可别落在我手上 否则 我肯定让那小婊子好看 还真是傻人有傻福啊 一个缺心眼 一个多心眼 也算是相配了 黄兄 您说谁缺心眼 说谁多心眼呢 对了 冯春仁呢 哦 陈娃呀 节目表演完 吴贵妃就放她走了 节目表演完了 那我们也能走了 黄兄这么着急做什么 慕容姑娘和新姑娘还没走呢 您这么走了不好吧 对了 黄兄 慕容姑娘和新姑娘 您更喜欢哪会 新姑娘画的画您看见了吗 太妙了 喜欢 你觉得本宫这个位置 有喜欢的资格吗 黄兄 您别这么悲观 也不是让您去瞅姑娘 我看慕容姑娘和新姑娘都挺漂亮的 还有事吗 本宫要回去忙了 有有有 黄兄 其实我是来求您一件事的 本宫早就猜到了 说吧 我 我想和慕容姑娘 不是你的那个慕容姑娘 是慕容麻雀 我想和慕容麻雀单独见个面 但我找不到理由 您能不能帮我想个理由啊 你今天应该是单独见不到她了 啊 为什么 她不是还在吗 哦 对了 老九 本宫问你 你和慕容麻雀在南里像的时候 她表现什么样的性格 温婉 活泼 严肃 还是什么 嗯 嚣张吧 嚣张 哎 是 特别嚣张 天不怕 地不怕 天王老子是老大 她就是老二 笑称得好像 随时跳过来打我几巴掌 说真的 黄兄 那天 我 我不太会干活 所以笨手笨脚 好多次 我真以为她要来揍我了 啊 揍你 奴婢是昆宁宫的宫女 给侯夫人 少夫人请安 请问这位宫女姐姐 可有何事 皇后娘娘有请二位 同时也请了昌宁侯 以及世子 请问宫女姐姐 能不能说得更详细一点 最好会声会色 把前前后后的事 都描述一遍 立刻把皇后娘娘去宫楼出宫 出来时 却见唐念约 跪地哭诉 说昌宁侯府 强强民女 逼着她嫁给沈世子一事 详详细细地描绘了一遍 难怪人家当宫女儿 确实比丫鬟牛 记性怎么就那么好呢 这宫女儿脑子里 装了摄像机吗 沈夫人 您没事吧 如果您身体不舒服 可以先休息 奴婢带少夫人先去 不用 我们夫人身体好着呢 实在不行 留恋你就背着夫人去 夫人必须要去 不经历风雨 怎能见彩虹 是 小姐 阿雀 我确实不舒服 要不然 这件事就交给你吧 行吗 无论如何 你现在是侯府的主人之一啊 想都别想 你自己种的恶果 得自己摘 这样才有意义 不是吗 婚宁供 没有什么比看舔狗翻车 更解恨的事了 舔狗舔狗 舔到最后一无所谣 我该 昌宁侯 沈夫人 你们可知 本宫找你们来 所为何事啊 回皇后娘娘 微臣知晓皇后娘娘 召见之意 但微臣恳求皇后娘娘 别听一面之词 这件事 另有隐情 哦 什么隐情 侯爷 你醉了 瞬间 昌宁侯领会道的意思 紧接着眼睛一翻白 身子晃了晃 高大的身躯就要倒下 别扶我 我没醉 娘娘 侯爷喝多了 一身的酒气 刚刚清醒 可能是还没上酒劲 咱们宫里的酒啊 确实是有些厚劲的 皇后娘娘 这臣妇说不清楚啊 让臣妇的儿媳妇来说吧 她嘴巴利索 你是慕容尚书的小女儿 慕容麻雀 回皇后娘娘 臣妇正是慕容麻雀 你如实回答本宫 唐念约所说的话 是真是假 超宁侯府是否强逼她嫁沈世子 你不用顾忌其他 只要实话实说便好 本宫会给你做主 臣妇谢皇后娘娘公正不恶 但臣妇刚到 现在还有一点懵 臣妇 能不能问唐姑娘几个问题 可以 问吧 妙姐 你先别哭了 有皇后娘娘做主 你不用那么害怕 你这么哭哭啼啼的 好像人家皇后娘娘 不帮你似的 唐念约见手段被拆穿 内心那个恨 最后只能怨恨的点了点头 在皇后娘娘面前 我怕我们中间 出现什么差错和误会 所以有几个问题 我先问你一下 你如实回答便好 第一个问题 您和沈世子关系一向很近 沈世子对您好吗 少夫人 皇上让您描述强强民女一事 您问这种问题做什么 这 我觉得 既然皇后娘娘信任臣妇 臣妇肯定将整件事 前前后后 原原本本都讲给皇后娘娘听 否则中间出了什么差错和误会 让皇后娘娘做出了误判 我们负不起这个责任呢 太子看向九皇子 眼底带着坏相 这就是你说的 要打你的女子 不是 这家伙装点太像了吧 请表姐回答我 沈世子对您好吗 还好 第二个问题 表姐想嫁给沈世子吗 不想 从来没想过 从来没想过 夫人 今天切身看整个未央宫 夫人们只带嫡女 连个庶女都不带 您怎么就带外甥女啊 夫人这次 可一定要挣点气呀 皇后娘娘 臣妇不敢欺瞒娘娘 臣妇知晓带外甥女来参加晚宴不合规矩 但念约许诺要嫁给全子 臣妇才带来的 否则臣妇绝不会带一个外人贸然入宫 皇后娘娘明鉴 不是这样的 名女自知自己身份卑微 从未想过能入宫参加宴席 名女真的没许诺过什么 是 是他们 娘娘您别信慕容麻雀的话 他和常年侯府是一伙的 抱歉表姐 打扰一下 我为什么要和他们一伙 我和沈世子澄清当天 他没和我拜堂 而是去参加你的生辰宴 就在素秋阁 这可是有人证物证的 当天因为你把沈世子勾引走 我被迫和公鸡拜堂 这也是有许多见证人的 我明明被你们害得很惨 还要以德报怨 和昌宁侯府一伙 让您高攀进入昌宁侯府 这 表姐 你们家是什么大官吗 之前我没有听说过呀 你家和昌宁侯府 门当户对吗 这 这 抱歉啊 我对表姐家不是很熟悉 请问令尊在哪高教 官位是不是比昌宁侯高呢 表姐怎么不说话呢 啊 肯定是因为你家 比侯府门地要高 沈世子高攀不成 所以侯爷和夫人 才强强名女 憋着您嫁进来不是吗 除了这个 我也想不到别的理由了 因为您容貌美吗 但刚刚参加公宴 见许多闺秀长得比您漂亮 门地还高 沈世子应该不愁娶不到妻子吧 还有 抛开这些 我和沈世子才成婚一个多月 就逼着您嫁入侯府做平妻 这 只要是脑子正常的女子 都不会做出这种事吧 你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逼我嫁给沈子言 就是为了让沈子言同意和你合理 就此理 沈子言 你还是人吗 你和慕容姑娘成婚 怎么可以去找别的女人 还逼着慕容姑娘和公鸡拜堂 沈子言 你没人性 老九 母后断侍 不许插嘴 我 慕容麻雀 你直接说 他们到底逼唐念约嫁给沈世子了吗 没有 既然没有 唐念约为什么要栽赃 原因很简单 表姐想入供参加晚宴 勾引太子殿下 但夫人不肯 表姐就骗夫人说 要嫁给沈世子 成为夫人未来的儿媳妇 这样才能跟着我们入供 入供见到太子殿下之后 认为昌宁侯府没有利用价值 就干脆反咬一口 说他们抢抢民女 没有 皇后娘娘明鉴 他们是一伙的 他们再走 表姐你先别哭 断案看的是人证物证 以及逻辑恋 不是看谁更会卖惨 表姐你也不用喊 有句话叫 有理不在身高 你若是觉得我哪里说的不对 可以指出来 我们平静的兑现 我提醒你 你总正在有什么意思 那你一定会让我来说 你不在身高